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巨沙城打有两个方法 第一 开远 第二 截流 长辈说的是截流 而没有开远的话你的资金永远不够多 能累积到的资金在十年期间约30万到120万 为什么十年只能存30万到120万呢 这是用台面上的数字去计算的 用最低月薪的工资去计算 目前最低薪资为26400元 十年后只能存30万8千元 若还每天的加班两小时的话 十年后可以存到119万元 那你可能会想说 蛤 怎么会那么少 不合理吧 其实很残酷的数字是这样得来的 用最低薪资的26400元 去乘以12个月月薪 再乘以1.5的三节 再乘以一年的年终奖金 每年的年薪就是382800元 而这样的总薪资介于 第二及第三十分位数的区间内 而我们基本每个月的花费 包含11自行 一娱乐就约29000元 所以算一算十年下来 你只能存30万8千元 那我如果周一到周五 各加班两个小时 38万2800元 加上5868元 乘以12 这样加起来你的年薪会变成 453216元 总薪资介于第四及第五十分位数区间内 我们在月基本花费不变的状况下 一年下来你可以存119万元 这样算下来是不是有一点紧张了呢 所以十年要存到300万以上的话 每个月薪水最好要到47000元 这样的薪水 才有赢过全台湾60%的受雇员工 描述期我有分享一个表格 已经算好支出与收入 去得出十年后每个集聚的月薪 可以存到多少钱 大家可以下载来看看 表格里面记录到 十一住行预乐的花费 所以推算下来是很合理的金额 然后也很直观的可以看出 为什么年轻一辈的人都存不到钱 加上在这种资讯爆炸的年代 要多做什么都很不容易 大家争相的模仿打架格战 还没站稳脚步之前就被踹倒了 如果又没有一些奥元 试使得在背后帮您推一把 要多赚一点其实蛮困难的 因为困难 所以只能回去领死薪水 然后您的死薪水 就可以算出 你自己这一辈子靠自己 应当可以存多少钱 真的是好残酷啊 如果看到我的月薪 跟其他人比较起来弱在哪里呢 台湾行政院主寄处有个人心情比比看 可以去参考看看 它是以年薪去计算你的弱点在哪里 或者我分享的表格里面也有整理 网址与档案我都放在描述区 可以参考看看 要开源还是要节流呢 有看过我做的ECL表格 应该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要怎么选 扣除掉一些外在因素 例如家里有资源给您躺平 或者有干爹干妈等等 如果我们还是以最低薪资的话 其实再怎么节流都是白费心理的 所以请有限度的去节流 用主动的方式与最大的力气去开源 到时候户头经耳累积的速度 会比你死命的存钱更有感 如何开源节流呢 这个问题很广泛 而且需要分开讲 我们先以开源来说 后续我们介绍一些节流或者存钱法 存钱法里面有一个我超喜欢 网路上也没看到有人在分享 是我会用的 大家一定要笔记起来 讲开源不外乎就是三大主题 跳槽升迁加薪 或者是经营副业及业外收入 又或者是透过投资来钱滚钱 既然是开源 那一定要耗费一定的时间与心力去做才有收入 不要一昧的投入被动收入 像我们之前存股真的会赚钱吗 影片提到的 最少也要有700万的本金 以持股年利率5%来说 才能享有最低工资的月薪功能享用 所以工作初期 显现透过专精工作上的专业为主 达到升迁加薪 甚至是跳槽加薪 不然在职期间有其他有兴趣 跳到其他行业也是不错 只是这个跟存钱一样 要越找越好 享用复利的效果 在达到职业专精一定程度后 其实就可以开始试看看 接界的业外工作 不管是与工作性质相关或无关的都可以 找到自己的兴趣会比较重要 这样副业才能做得久 投资上虽说不要一昧的投入 可是还是需要小资金去做 这样至少做多做久了 可以达到投资的承受期 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就像工作一样 做多做久了才有足够的经验 去面对未来金融市场的变化 而且年轻时 小资金跌倒了还能爬起 倘若是大资金摔了一跤 那很容易会有财务上的问题 所以在投资路上 最好慢慢尝试逐渐了解自己的理财风格和适合的投资工具 至于节流呢 该怎么做呢 这边分享两个存钱法 第一个是所谓的333原则 这个网路上一定有很多 那333原则就是将三分之一的薪水用在储蓄理财 三分之一的薪水用在生活消费 另外剩下的三分之一用在紧急预备金上面 以月薪三万元来计算 每个月要储蓄一万元 那一年下来可以存到12万元 就是等于你四个月的薪水 那第二个存钱法呢 是我自己有在用的 我觉得可以很有效把你的想要与需要切分开来 比如说我买水果 我花费100元 我就必须存下我花费的100元 在花钱的同时将花的钱存下来 再举个例子 我今天要买8000元的T恤 同时你也要存款8000元 这样子呢就会变成说 你会去想 我没有额外的8000元 而且这个不是必需品 我买一件600元的也是能穿 然后还能存钱 所以这样的方法 还能让你的消费有理智一点 是不是不错 其实众多的储蓄方法中啊 其实没有哪一个比较好 只要适合你的都是好方法 最重要的是尽早开始储蓄 善用复利让钱滚钱 你还知道哪些节流的妙招吗 分享给大家吧 其实在还不理解任何投资概念时 我们唯一的信仰只有用劳力去换取报酬 让人过了这么多年 谁不知道可以用钱去赚钱 可是在想用钱去赚钱之前 你必须先要有钱 不管是开源或是节流 一定要记住的是 现在每一刻的你 未来都会成为一个专属的你自己 就像胡适先生曾经说过的 种种从前都曾经我 莫跟思良莫跟安 从今后要怎么收获 先怎么摘 就是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那就要先付出同等的努力 一起加油吧 我有分享一个Excel 在说明栏有连结 在我的支出 其实项目其实没有抓很松 因为是我自己的支出项目 所以还有部分没有列出来 但是大多数的一定会有这些 也需要这些支出项目去平凡的生活 尤其又没有家人的资源的时候 但其实我们要更加努力 去拿到我们人生的主导权 我们都可以的 如果连自己都不支持自己 那谁要去帮忙你呢 所以要分享一句话给大家 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相信全世界都会帮你 给自己信心吧 加油